今天我们来介绍烤箱版羊肉串的做法 想吃烤串,咱们家里烤,用烤箱就没问题 我就经常这么烤,家里人说比外面的明火烤得还好吃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羊后腿肉肥瘦分开,切成可乐瓶盖大小的块 不能太大,不好熟,太小烤完缩的就没什么了 两块瘦肉,一块肥肉穿插穿好,一根签子上穿七八块肉就行 穿好后,把肉串放在烤架上,入烤箱中层,下层放铺好锡纸的烤盘 220度烤五分钟 取出正反面依次撒上盐 滋然力,辣椒面,辣椒碎,入烤箱220度再烤十分钟 颜色变深,表面微干焦黄即可 出炉开吃了 技巧 注意事项 依烤盘铺上锡纸 主要是为了接烤制过程中滴下的油 方便用完后收拾清洗 还有个原因就是,如果不接着滴下的油 油滴到加热管上就会有很浓的烟 弄得得满污渍的味 2,滋然力不能用滋然粉代替 滋然力烤制过后香味更浓 辣椒面和辣椒碎缺一不可 辣椒面是为了烤出来后颜色好看 辣椒碎是为了口感和味道 三竹签子在串肉前先放冷水中浸泡一下 避免烤制过程中签子糊了 好了,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关注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关注